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 我叔叔 已经收购了环奥集团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一致认为 应该有个更优秀的人 来带领整个公司 从今天起 我就是环奥集团的CEO了 罗锦盛 乌亚叶子 杜钦 你们都被开除了 宋队 我有话要说 我要举报高继灵 我一要举报他排除异己 任人为亲 所有不顺从他的员工 都要被调离或开除 怎么回事 二要举报高继灵职务侵占 用他自己的职务 获取供应商的反点 三要举报他违法犯罪 找来非法分子 绑架公司员工 乌亚叶子 阿清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今天伪造证就诬陷我 阿清 不要再讲 难道叶子他会自己绑架自己来诬蔑你吗 我没错过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没有惊动警察 就是希望你才能悔改 乌亚叶子 你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博取申哥哥的同情 让他站在你这边 够了 叶子处处维护你 你还诋毁他 错的是你 吴锦盛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把乌亚叶子开启了 回到我的身边 我还会全心全意地爱你 你心里也是 那你还站在这干嘛 你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还有你 爹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保安 心还没验完呢 找什么机会 四头都跟我说 你居然敢背叛我 少废话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三十分钟后 把叶子给我带来地下停车场 听懂了吗 冤枉你 他们也冤枉你吗 我说我说 我全说 派我绑架乌亚叶子的人呢 是 黄奥集团的女总裁 叫高锦灵 车牌号是 正优837666 肯定是她 我派人 躲回她的 不可能 她们不是已经逃回大江了吗 你终于承认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犯法的 你下半辈子很有可能在监狱里度过 高总 你醒醒吧 阿清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说话 当初要不是我把你带入公司 你那个短命的妈早死了 现在你有了新靠山 翅膀硬了 就像在财 高锦灵 多琴 他有什么好的呀 你处处维护她 告诉我 今天我的下场 就是日后你的下场 你们这卷傻子 你们都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你们被她骗了 你